诸葛孔明被高炳业者奉为祖师爷 每年农历8月23号 宜兰县高炳商业同业工会 会盛大举办祭典为祖师爷来祝寿 今年选在东山乡永安宫举办祭拜庆祝活动 而今年的主题龟 是以将近3000片的煎饼所堆成的大神龟 宽度超过了三米半 会员们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堆砌完成 祝祝公民祖师爷圣诞千秋 祢来看国家公会赞 这个祖师爷他是在农历7月23号 他的真正的圣诞千秋 不过因为这段时间 因为卡到中元节跟中秋节 这个两大的节庆 所以大家歌拼很忙 所以大家参与之后就改变这个 这个庆祝的时间 因为今天一八月23这个庆祝 民国58年以后 每一年都没发生 甚至是由这个雅典工坊来提供的 大家开始是在这个三千片 来做瓦片的这个煎饼 来堆积而成的一个大龟 除了主题龟以外 今年还有其他亮点 包括了600包牛舌饼 打造成的龟山岛 长寿龟 米香龟 寿陶龟 现场也陈列了个会员所做的 凤梨酥 蛋黄酥 传统糕饼跟咸光饼等等 希望以自家最优质的点心 向主食也注售 有小吃的龟就是 我们宜蘭参公司所提供的 由宜蘭参的这个布参 来堆积而成的这个烧菇 还有米香参 米菇 烧桃 还有一个菇参兜 菇参兜是由宜蘭宜香 那个食品工厂所提供的 做一个菇参兜的形態 来宜蘭参兜 还有这个我们国店 有提供很多自家的产品 来方向我们的祖宿 这个东西来分享给大家 宜蘭县高炳商业同业工会 每年会选在诸葛孔明生日的 这个期间 汇集县内高炳同业 轮流在各乡镇市举办庆典 到现在超过了50年 而每年的主题规都是瞩目的焦点 让人大开眼界 宜蘭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